日習慣於上海某康復醫院 一位病人因疫情管理沒有人護理而去世的文章 在微信群組封傳 據知情者表示 李廠去年因突發腦日血住院治療 事發前正在上海一間康復中心 接受康復療養 意識清醒 但上海疫情突起 3月底防疫管控措施加強 李廠所在的康復中心發現有陽性病人 所有人被要求隔離 包括護理人員 但李廠因病還未恢復語言功能 沒有行動能力 亦無法說話 亦依賴護理人員的精心護理 尤其是無法吐痰 需要護理人員注意她的情況及時吸痰 於是李廠的丈夫就將她安置 在上海某一間昂貴的恢復護理中心 自己日後就工作 晚上就在護理院培護 但護理中心發現有陽性病人 於是就要求所有人離開護理中心隔離 為了這件事 丈夫就組織了在護理中心的全部家屬 佔領了一個病房 堅決拒絕離開護理中心 護理中心專業人員被強制調走隔離 為了安撫這群家屬 護理中心就承諾會另外安排護理人員 但實際上是一個護理人員要管理十幾個病人 而負責李廠的人就不適合談 結果只有一天李廠就不幸去世 李廠去世的消息傳出之後 她不少的同學都紛紛在社交網上發聲悼念